好 主播時區帶來關心在高雄市區的災情 山土耳颱風昨天在高雄小港地區一帶登陸 您可以看到目前我們所在地點是在小港醫院旁邊 這一家便利超商 便利超商的四面牆基本上都是呈現像是被炸開一樣 整面玻璃牆都是呈現倒塌玻璃碎裂的情況 而內部的狀況更是相當的彩天花板青鋼架 全部都塌陷垂落在半空中 包括一些電線還有一些燈具等等 目前都是呈現垂在半空中的狀態 整間店就像被轟炸一樣是完全沒有辦法營業 就連貨架上的商品有些也掉落在地板上 店內的桌子椅子也幾乎都是東倒西歪 主要就是因為山陀的颱風昨天在高雄小港地區一帶 登陸所帶來的強勁強震風 真的是沒有辦法抵抗強風所帶來的威力 因此讓高雄小港區的這一間超商傳出的災情 而其實不只這一間便利超商 高雄多間的店面都陸續有災情傳出 以上現場最新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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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